連準會消息確定了升息陰馬 而且會後的一個談話 似乎態度也沒這麼陰 資金今天全部湧進來台北股會市 不僅僅大盤上漲了175點 在今天盤中台幣 還一度升值超過了三角 一本連今天收盤都升值了兩角 外資在今天現貨買了225億元 不僅僅在現貨買 來看到期貨 期貨今天的多單又增了4175口 目前多單水位8409口 又要回到了萬口以上了嗎 第三個是今天的選擇權 選擇今天同步的做多 等於說期限選同步做多金額 又來到了357.62億 明哲怎麼解讀外資心態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他最近期多單口數最少的時候 是1月30號 那天是結算日 所以整體來講就是說 那時候市場比較觀望 就是聯準會要升息的狀況 所以他在結算之後 他們有立刻加部位 是在昨天有稍稍小幅度的增加 但今天結果確定之後 他一口氣增加到8400口 所以包括了現貨的買超 其實現貨都是比較偏多的狀況之下 我是覺得說現階段外資的心態其實應該是比較偏向多方 他也不擔心明天的財報嗎 基本上還有那個匯率的問題對不對 就是簡單講就是說他們熱錢的效應進來 所以整體我覺得應該是問題不是影響那麼大 即便財報回檔空間可能也相對有限 好 所以如果外資現在這麼的勇敢 那我們來看到外資在今天賣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建長老師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外資今天買什麼 買聯電 等一下聯電台積電腦 在接下來的後世我們會請教葵國老師 今天外資還買了國泰智能電動車 還買了元大臺灣五十反一 不只買還買了一萬七千五百二十二張 買超第四名 如果外資這麼有信心 他買反一做什麼呢 避險 長到這邊來看 當然他也會怕嘛 錢進來了沒東西買啊 不能總一直買台積電電 買一些安全性的東西 避險的東西 不是只有他 你看下一頁 十一到二十名 反一 國泰臺灣 所以他也不是這麼的沒在怕嘛 他還是會怕啊 而且有些他就買了極其低的股票 低位階的 買了很多ETF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他的動作來看 已經沒有像前幾天 一開始那麼激情了 因為短線上拉得太急了 他也會擔心 沒有這麼的激情了 沒有看壞 對 沒有看壞 但是所以呢 指數未來可能不會那麼 激情 但是呢 有外資撐在這裡量有兩千多億 每天都有兩千多億 你覺得那內資不瘋狂嗎 所以意思是資金行情 有機會把戰線延後到 元宵節過後 當然喔 當然不只是靠外資 內資的部分 你有沒有看到 融資開始在增加了 所以大戶主力 為什麼今天高價股都來比價了 這是一般的散戶買的嗎 對 主力進來了 對 所以呢 內資主導的行情 在元宵節過後更熱鬧 小兔子就亂蹦跳了 OK 好 所以元宵節之前 外資當家 元宵節之後 內資的主導行情要進來了 小兔子要活蹦亂跳了 但是外資今天買大型股 把指數弄上來 外資今天買一些反一 先避個險 但是沒有看空 我們來看到外資賣抽 看在這些個股的眼裡 情何以堪 我們來看到鴻海好了 鴻海昨天 我才說好不容易站上了百元大關 今天又要講跟昨天的一樣的話 他也不過就站在百元大關 連續三天上漲都留這個上引線 就剛好是一百塊錢 鴻海為什麼遲遲就是上不去呢 第一個技術面來看的話 這個你看最好叫技線 反壓嘛 三天都留上引線 過不去 站不上去 另外你看到外資就一直賣 他就一直調節 當然很大的問題 來自於說很多新的競爭 那我要不要移開iPhone的生產基地 離開中國各方面 還有現在本來就是 蘋果手機相關的淡季 該租或該拉貨也都結束 下半年力道才會比較大 所以這邊來看 可能就上上下下盤整 OK 好 當然鴻海等一下會有遺落 明哲會告訴大家 鴻海現在電動車的最新進度 當然看了鴻海要看到玉龍 昨天也是這麼看的 我們說玉龍跟鴻海合作 會不會股價凌駕於鴻海 今天竟然出現了這樣的黑K 中指日K 連五紅 誰賣的 外資賣的 玉龍要休息了嗎 短線上真的漲太多了 需要休息 原本也上了一些嘎工 不過外資有些調節 昨天原本就應該要回了 為什麼沒回 昨天新春團拜啊 當然要收紅嘛 對不對 昨天玉龍嘛 不是開工 所以他本來就是跟五日線正規例很大 他回來測一下很重要 但是今天有放量 而且殺的蠻重的 外資也在調節 短線上或許五日線會不熟 都有可能 不過沒有關係 有沒有看到 漲著第一波上去 經過了整理之後 好不容易整理那麼久 這個頸線是用跳空的模式過去了 未來中長線呢 短線上或許讓他休息 我覺得是好事情 中長線 我覺得啦 他今年或明年 未來的轉機性呢 去年虧錢嘛 可能會更大 但是短線上漲太多了 每個人都在玉龍 所以這一定會休息啊 那如果現在每個人都在玉龍 玉龍好不容易拉回來 最安全的卡位時間點要怎麼找 如果你有的 五日線破的話就先走吧 先走一些吧 你先賺錢的嘛 如果沒有的話 第一個 那我就有一短線上 每天觀察 開盤以後 五日均線怎麼守得住 如果說守得住 你可以強強短 但是籌碼會越來越亂 在中長線呢 假設你耐心一點的話 等他回來這裡 對 這個位置點可能是最安全的 但是不見得會到 如果你真的 就不見得會到 我就開始 分批買 OK 只要他量縮開始整理的時候 我分批買 說不定就真的被你買到了 對 就慢慢買慢慢買 OK 所以你要買三張 我分三次嘛 慢慢買 不要去追 急拉 最近急拉 你可能都要小心一點 除非空單一直在增加 可能就嘎上去了 OK 這要小心一點 好 謝謝建神老師 請先回座了 今天 鴻海玉龍最新的布局 稍後在十一點鐘過後 明哲會告訴你 他們最新的發展跟故事 接下來 叮叮叮 葵葵老師上課囉 葵老師請您上台來 台股下一步會漲到哪裡呢 好 我剛剛講得很清楚 會漲到 一定會讓各位看到在去年5月12號 所謂的15616 那我們在解大盤之前 我們今天給各位先看一些數字 給我一個白板 我必須提醒大家說 當股市你碰到一個數字的時候 它都是一個大的轉折 比如說三千 這都是股市一個大的轉折 比如說六千 這是一個股市極大的轉折 比如說九千 這是股市一個極大轉折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這樣講 這一波台北股市最高點 是不是18619 是不是去年 好 各位18619跌到12126629 對 它是跌了5990點 如果以今天這個12629 12629 12629 如果談到 今天最高點是156602 15602 它又等於說漲了2973點 73點 也就是說各位要記住 在股市裡面碰到三千 碰到六千 碰到九千 它都是一個重要的大的轉折 那為什麼我先解釋給大家聽 這跟所謂的艾略特的prong理論有關 三分之一 零點三八或三分之一 就是你先把一個球 你從六樓 把它自由落體放下來 它會彈到二樓的 聽得懂我意思嗎 可是彈到二樓之後 再會不會彈到高 不會 就會一波一波比一波低 所以各位三千六千 都是一個大轉折 好 我們回到字卡上 各位一定要記得 我為什麼要給各位看 第一張字卡是 國安基金第七次退場 台股的波動狀況 因為第七次的時候 它是在2020年3月19號宣布的 那時候是8523 當整個股市漲了一個波段 國安基金是不是一直互盤 到了一個波段 有一天 股市跳空大廠 爆出了三千多億的大量 接著你會發覺說 它從這個地方就上下一直震 很大的震 震了一到兩個月 一到三個月 震完之後有一天報紙 就突然回過頭來跟你講說 來無影去無蹤 國安基金在當時高檔震盪的時候 就整個就出掉了 已經退場 後面又跌了一千四百多點 或是兩千點左右 那這個圖卡 它是告訴各位 如果在國安基金高檔震盪之際 請各位注意 如果在高點 你一定要手中 不管你是套牢的 或是持固檔數過多的 你一定要做減碼退場的動作 把檔數降低 那如果在國安基金 在所謂的震盪過程當中 如果是來到相對低檔的時候 你不要怕 只要是在那個安全旗之內 你就大膽的去做買進 上下來回操作 那國安基金進場跟退場 或是進場戶盤 從進場戶盤到高檔震盪退場 它會出現一個現象 就是爆很大的量 然後就上下震 因為你沒有量它出不掉 它不是像我們說 你買個幾千萬一兩億 那一天都可以走掉了 可是國安基金數百億數千億 賬面上是數百億 四五百五十二億給你看到 賬面下還有多少 所以它必須靠震盪出 而這就是當時 在國安基金第七次退場的時候 那個時候上下震 兩個禮拜震兩千五百點 兩個禮拜漲三千點 兩個禮拜跌兩千點 到最後就像狼來了一樣 大家都不會相信說它會跌 可是有一天報紙一根公布 後面又跌了一千五百點到兩千點 所以這個階段高檔 一定要減碼降檔 過去你做十檔的人 那我就接下來就做五檔 在高檔出掉五檔 過去我做八檔的人 那我就做四檔 過去做六檔的人 我就做三檔 那過去做四檔的人 我就做兩檔 就是要減碼降檔操作 這是國安基金 如果在高檔退出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事情 我們怎麼證明說 國安基金有沒有進行退場動作 我想在一月三十 應該是一月三十號 禮拜一的時候 做完你會看開盤就直接打 沒錯 就拉出了多少 拉出了五百六十點的行情 成交量突然放到三千多億 隔天又跌了兩百多點 隔天又漲了一百五十多點 就上下開始震 好 我們怎麼去斷定說 他到底是不是國安基金賣 也許你誤會他 有別人賣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 一起來分享 到底是誰在賣 好 各位 一月三十號下跌兩百二十八點 誰在賣 做好我們一般來講 股市裡面 你如果買一億 我們通常講他是漲一點 如果今天買了一百億 他通常是漲一百點 你賣了一百億 就等於跌了一百點 好 我們把這數字加起來 就是說那天跌了兩百二十八點 沒錯 外資買了二十九億 對 然後投信買了十三億 然後呢 自營商買了十二億 然後官股市賣了十六億 然後呢 代表散戶喔 散戶都買了十三億 這個加起來是五十一億 就是加四個 減掉十六等於五十億 就等於說那天是要漲五十一點 好 可是那天卻跌了兩百二十八點 五十一再加兩百二十八等於兩百七十九 就是說那天有某個東西或大人 或什麼大戶什麼都賣了兩百七十九億 那我的解釋呢 這個地方能有那麼多的東西要退場 他就不是普通人 你懂我意思嗎 那不管是鬼啦 國安金 你自己去猜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字卡 各位看喔 在去年喔 在政府的基金裡面 排行前十大的都把它列出來 持股 持股都列出來 可是每一家低名都是同一個公司 哪一個 在勞退 新制的勞退 台積電佔了三十八點五五百分比 舊制的勞退 台積電又佔了三十三點四四百分比 在它總持股裡面喔 勞保 台積電佔了三十六點一一 國保 台積電佔了二十九點二 退府 台積電佔了二十九點二七 都是台積電 對 如果我們換算這個條 換算這個平均數字是不是講說 每個都持有百分之三十以上 很合理吧 三成 好 那請問 那天有沒有人賣台積電 你看到有沒有人賣台積電 台積電在一月三十二最高是五四三 今天大盤都已經越過那個那天的高點 已經跳高高點 已經挑戰年限 站上年限了 請問台積電為什麼不過高 對 為什麼 因為有人在賣啊 是 所以不知道是鬼 還是不知道是國安基金在賣 那我們不知道 可是這地方就告訴你說 很重要重點就是說 未來台積如果要繼續散工 其實說穿的就是你丟我撿嘛 那誰在賣 不知道是鬼 還是國安基金在賣 可是外資能不能接著起來 那個力量接得過 過去不過 我們不知道 可是這將就變成一月三十號 這個五百四十三 我細殺 這個數字 這個價位一定要站上去 OK 如果站不上去 就代表政府的賣壓力量是龐大的 那也沒有人願意追買 那這個大盤很快的 就會做拉回的修正 OK 所以台北股市 是不是持續維持一個強勢的多方 在這邊持續維持強壯 有三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說 大盤在這個地方也好 台積電也好 一定要外資的力量能拱上去 就是說當台北股市 我們看這個地方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台電一定要站上五百四三 如果站不上五百四三 請注意騰落指標 是什麼意思 上漲加速跟下跌加速的比 如果台電站不上五百四三點 五百四三元的時候 你會注意發現一個現象 接下來下跌加速會越來越多 然後會慢慢的多於上漲的加速 所以大盤指數就會拉回了 這時候你就要注意了 可是拉回呢 說實在話 也不是整個技術翻空 技術翻空 有一個訊號出來 就一定會千點以上的跌幅 是 那這段時間 為什麼這個政府能夠毫無事蹟的 去做一個賣出動作 其實我覺得跟匯率是有關的 因為我跟各位講 在國安基金的組合裡面 有最重要五個因素 一個是中央銀行 一個是財政部 一個是交通部 一個是審計部 權序部這些重要的單位 他們是一個team的 那請問台幣的升值 央行知不知道 知道啊 熱錢的湧入央行 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可是這麼強的資金進來 為什麼每一天 關股卻在站在這邊賣 因為已經到了賣方的區域 所以我為什麼會說 他會先讓各位看到 去年5月12號 15616這個點數 這個點數以上就賣方區域 可是到了這個點數以上的時候 有三個要件會形成 大盤會拉回 第一個要件 到了這個點數之上 外資是不是還能那麼積極的做 買盤力量的推動 外資會不會持續的大局買超 如果不買了轉賣了 這行情一定掉下來 第二個就是在這個地方 台積電能不能守穩 且站上543 禮拜一新春開紅盤的高點543 一定要站上 不站上就代表官股的力量 那個鬼的力量 是大於大盤這個力量 外資接不起來 對接不起來 那第三個最重要就是說 到了這個賣方區域 美股一定不能產生大的波動拉回 因為美股一產生大的波動拉回 到了壓區整個下來 就會變技術面完全的轉弱 看費半 看稻窮 對 看稻窮 看費半 看納斯達克 都是要看的 那其中引領最重要 關鍵比較重的 應該是在費城半導體 他跟我們的牽動性比較強烈 所以這就要注意 那你看喔 難道中央銀行 不知道說台幣要升嗎 升得這麼強 為什麼官股要賣 請問各位 你不趁現在賣 你等到將來沒量 漲不動資金沒有資金潮 你怎麼賣 所以他告訴各位這個結論 我們在下一張表格看 這個結論就很重要了 我先講結論 結論就在這個地方 告訴各位 結論就在這個地方 就說 當台北股市這一波 只要來到15616 是去年5月12號 這個跌破下來的緊壓 緊壓跌破之後 反彈拉回到這個逃命點 你就看未來的趨勢 如果到這個地方是賣方去了之後 這個地方只有一個答案告訴你 還是要做多 還是明確要做多 可是你必須怎麼樣 去減碼降檔 做多仍然不變 就是說過去我在這邊操作 我比較 我喜歡做十檔股票的人 麻煩你接下來這張做個五檔就好 少一半 你喜歡做八檔的人 那你就把它降低到四檔 如果你是做六檔的人 那請你做三檔 如果你是做四檔的人 你就做兩檔 就是說這個地方還是要做多 一直都沒有改變 因為趨勢沒變嘛 但是你要開始減碼降漲 因為大盤未來隨時會拉回 三個因素我剛才講了 如果台線守不上543 如果外資在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再做推升力量 讓大家回來跟著追買 那甚至在這張美股出現大的波動拉回 那麼接下來這行情怎麼樣 就漲不動就會拉回了 所以要減碼降漲 那有一種情況絕對不能發生 知道什麼情況不能發生 技術指標不能轉弱 我先聲明 這個事情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在2022年的6月1號 在這個1681這附近的時候 應該在2022年6月1號1681這附近的時候 不能出現現象 因為現在KD值都在90以上 KD值絕對不能從90以上向下 出現跌破80的黃金交叉 導播把它清掉 就在高檔區的時候不能發生 這兩個訊號同時發生 就是說我KD不能形成說死亡交叉 MACD 在加上MACD開始往那個臨軸靠攏 又翻覆了 像這一波從1861出現 這個訊號的兩個同時出現訊號 他跌了兩千八百七九點 諸華有沒有看到兩千八百七九是不是三千 就是剛剛那個三六九 然後你再看 在2022年8月17號15475 前一波緊壓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 KD出現了死亡交叉 MACD柱狀體向臨軸靠攏又翻覆了 那這波是不是又跌了兩千八百四十六點 是不是又三千 反正一千 三千 六千 九千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轉折 空方轉折 多方轉折都是這樣 那如果你看到前一波的時候 你看這個地方 是不是2022年12月1號 你記得那時候還講說那個流星 有沒有印象 那波就跌了一千一百七十一點 有沒有 KD是不是九十以上向下灌 出現死亡交叉 再加上MACD這個地方有沒有 柱狀體又由正值開始怎麼樣翻覆 又跌了一千一百七十一點 太好了 好 非常詳細 接下來拿集中可能性 大家應該站在什麼樣的角度 那重點是這集中可能性的過程當中 怎麼選股 比如說國安基金慢慢的開始獲利了結了 合金合力有賺錢 當然要先入貸才有算 那如果國安基金慢慢出脫 手中的持股我們該怎麼應變 同一時間外資能不能接得起來呢 現在選股選誰一面比較大 休息一下 科科老師繼續上課 先入貸才進一下 就先入貸 Universal